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喜欢吃黑松露披萨 所以黑松露狗味的东西我都比较想要吃 还有一个就是我上一次一直夸赞的爆米花 非常好吃 它是一大袋 首先第一拍照很好看 它那一大袋里面有八小包这样子的包装的 这一小包到热量相当于半个苹果的热量 大家不用担心 你吃的会很负担 它里面长是这样子的 它又不甜 它也不腻 我停不下来 根本停不下来 剪掉 剪掉 第三个呢就是cumo cumo的这个薯条 这个里面也是一大包 里面有五小包 我觉得这样分开包装的特别好 你也不怕你开了之后分享给别人吃 零食怎么能分享 零食你开车就自己吃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吃过他们县家店的那个cheesecake 也超级好吃 绵绵的 非常的可口 很多人排队 这个薯条也是芝士为浓浓 真的很好吃 它的脆感 我喜欢的那种在麦当劳买薯条的时候 我一直会跟他说 你给我炸久一点 炸老一点 因为我喜欢吃它那个尖尖和脆的那个部分 它这个就是有那种感觉 每一根薯条上面都包裹的芝士非常的丰满 我都看到你们在咽口水 临时你开车就自己吃 发死了 还有这个今日超A的枇杷丘梨膏 现在最近不是流感也有点严重吗 感冒之后嗓子也会不舒服 所以像这种枇杷丘梨膏的话 对嗓子会比较好一些 它是单个儿这样子的 它的使用方法就是 你直接倒到那个杯子里面给它冲开水 你就可以喝了 温润你的嗓子 口感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是无添加 它里面是只有山梨跟枇杷浓缩汁 因为枇杷跟丘梨真的是对嗓子很好 它的脂肪也是零的 像这种冲泡的 比较一代的 不管你是上班族还是学生 我觉得都非常的方便 这个可以常备 是一个可以回购的 还有一个 这个我觉得你们绝对会关心 绝对会喜欢 且绝对会要去尝试一下 我以前在韩国的时候就有喝过 它上面写着 又好喝又很快 它是100%的浓缩西美 它就是很快的能让你啵啵 假如说最近吃的可能有点杂响 要清清肠 你就喝一个糖 像我的话 喝半瓶我就差不多清得很空 喝一瓶的确是有点承受不止 因为它是果类产品 它不是药物产品 所以不会对你的身体有害 而且西美就是一个能让你很好的便利的 铺铺的一个水果 也不会让你铺到站不起身 但是呢你大概会跑个两三餐厕所 尤其是第一次喝的时候 你先去试 去试之前我提醒哦 提醒 第二天一定要没事 你试了然后再来 我小红书给我留言告诉我 好了 今天以上的一些临时小分享呢 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 收藏 点爱心留言 可以关视频了 小红书